大家好 这期节目我想说一个主题 就是知人知那人的特征之一 因为之前除了我整天编辞 整天侮辱知那人以外 其实之前鲁迅也是这么侮辱的 我不想说我是鲁迅 我没这个兴趣 还有博洋老先生 还有很多人看透了事情的人 总之会去挑中国人的一些 列根出来 我今天想谈他们的两个特征 其实是一个特征 前段时间在视频里面我说过 今天我想提炼出来 浓缩成几句话 大部分的中国人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韭菜 你们早晚都是被割 各种割而已 不是这个刀割就是那个刀割 不是横的割就是竖的割 反正你总是被割的 你们早晚都会还是会处于铁拳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总是有侥幸心理 总是觉得不会轮到我 即便你隔壁邻居或者是你类似的同行业 或者是身边人或者是什么人 已经在被割或者在被捶了 中国人还有侥幸心理 而且看别人的招聚像看戏一样的 好像跟你无关 然后就会觉得不至于 不至于轮到我 不至于 哪怕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他依然会认为不至于 不至于 不至于 当情况更糟糕一点 他又会说不至于 一直是这种状态很奇怪 可能这就是这种人的一种特点吧 然后呢 当最最终的就 镰刀割到了你 以及这个锤子锤到了你的时候 你的党骑是镰刀锤子骑嘛 是不是 中国人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自己已经受害了 左看右看 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受害的 他一看 哦 不是我一个人啊 不是针对我 所以中国人劝别人的时候 他会说 你干嘛呀 又不是你一个人 是吧 大家不都是这样啊 只要大家都是这样 就没事了 事情没轮到你的时候 你有侥幸心理认为 事情不会轮到我 事情轮到你的时候 你就看一看 有没有人都轮到 有就 都轮到了 那就我心里又平衡了 中国人总有一种平衡的方法 之前讲叫 不换寡 而换不均 说共产主义思想 不换寡 换不均 中国人是这样子的 受害没关系 你搞我没关系 你只要不搞我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对付中国人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你要杀人的时候 你不要杀一个 你杀一批 就没事了 人家秦始皇 像毛泽东是吧 杀的人越多 中国人就 牛逼 牛逼 你杀他一个他就不平衡 那么杀我一个 你都有意见吗 所以你多杀一点 他一看 你看又不是你一个人事情 大家都死了呀 所以你死的不是很正常吗 所以利用知那人的这种心态 我觉得统治者 就知道怎么去管控知那人 之前今天在 昨天在群里面学了一个新的中文词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所以我跟群友讲说 我说我是不是该补习中文了 我没听过这个词 他们讲知不灵 不灵 我说不灵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不灵呢 不灵 他们说不灵是专门形容一群又胆小又贪婪又诡诈 这么一群就是low人呗 这么一群生物不灵 就是他们把知那人称为知不灵 搞得我觉得很搞笑 这是党的问题吗 我不知道 因为在共产党诞生之前的那个时代 以及在台湾 就有人在分析这个中国人 这个几千年来的一个状态 很多人是不承认 不承认阿民的说法 说阿民你总是把这个 觉得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问题 不是党的问题 我没有说不是党的问题 共产党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简单的就认为 中国人所有的问题都是党的问题 中国人没问题 好奇怪 你党怎么产生的 你党是无缘无故 从外星球蹦过来的 对不对 还不是在你中国人里面孕育出来的 所以看问题 如果看不全面 看不仔细 不利于解决问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海外很多人 反党反党 其实你跟党也差不多 你掌握权力 你也是那样 最多你会避讳一下 共产党的名字不好听 我换个党吧 我说了很多遍 我都说烂了 我换个党 华夏党 人民党 你信不信 中国不是还有很多党派吗 这个党 那个党 你们都是一丘之鹤 你换那么多名字干嘛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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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个党 我换个党 你不说